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音标 这个音标呢 就是如果要想 就是它有两种发音 一个是它在单词的前面发音 一个是它的单词的后面 或者是在原音的后面 我觉得这个一个发呢 我先发一下 它一个是发就是舌尖 它在这个单词前面的时候 这个音它发就是舌尖 我们的舌尖就是 底 所以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上词迎着你 就是舌尖的 这个音的稍微要容易一些 但是另外一个呢 它放在这个单词的后 或者是在这个原音的后面 它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 它具体是跟我们这么讲解的 它发的是舌尖是没有声音吗 它这个音呢 它是要抵着这个上尺寅 抵着上尺寅 但是呢 它舌头呀 它是用力的 这个舌后部是要抬起来的 但是这个也很抽象 会把爱丽丝老师 它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 怎么样这个具体的要操作一下 它说就是感觉到胃不舒服 就是有点想反胃 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的舌头后部 是紧绷的 紧绷的 然后是 舌尖照样是底着 这个上尺寅 然后舌后部 整个舌头 其实我们舌尖是紧张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图 待会儿就是说 待会儿的爱丽丝老师 是在讲的音的后面 它才把这幅图提供给我们 我们先看一下 我想到时候有助于我们理解 这两个音的这个七点 首先发这个 叫CLEAR L 发这个L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舌头 整个这个面 大家看是很平滑的都下来了 对不对 很平滑的都下来了 发这个音的时候 的时候呢 嗯 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 舌后部看一下 其实是有点浓 中间有一个小袜槽似的 是浓起来的 怎么浓起来的呢 他一是觉得 就是说要使劲 就是说舌尖抵在这个上齿音这里 抵在上齿音 但是呢 就是感觉胃有点反胃 不舒服 不舒服一样 就是 发出这个音 好 我们接下来看 爱丽丝老师的 他的讲解 首先这个L这个音呢 它分两种 一种呢 叫做Clear L 一种呢 叫做Dark L 我们先讲一下Clear L 是什么东西啊 Clear L呢 它通常是在 这个单词的前半部 它通常是在原音的前面 它就是叫做Clear L 因为它发一个L的这个音 L 你需要做的呢 就是你的舌尖 顶到上齿音 上齿音是哪里 是上下齿的根部那里 用你的舌尖 只用你的舌尖去顶它 轻轻的碰它一下 弹一下 弹回来 就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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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一个音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 Lead Light Lock Low 用你的舌尖 舌尖 然后顶住你的这个 去勾你的这个上齿音 就是上牙音 Sorry 就是你的上牙的后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缩回来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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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走向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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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应该是没有特别难的 因为咱们汉语里面也有 L 的这个音啊 当然我们发L的时候 这个舌头有点使劲 发这个英语的时候呢 这个舌头稍微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L 就可以了啊 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个是Clear L 我们现在讲一下 Dark L 是什么啊 Dark L呢 通常是在这个 单词的结尾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hello的这个 L 它就是Clear L 但是如果我没有说hello 我说一个hell 那这个的话 它是在单词的结尾 它就变成Dark L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这个Dark L呢 少了一个 它除了要在单词结尾以外呢 它还有时候 它是发在那个原音的后面 Clear L是在原音之前 Dark L是在原音的后面啊 那它具体怎么去发这个音呢 你发音的时候也是 你的这个舌头啊 然后要去顶这个上尺音 这是跟Clear L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是呢 你这个舌根 还要拱起来 这个其实概念是比较抽象的啊 你需要拱起来 这个舌根 如果假设这是口腔的话 你发Clear L的时候呢 假设我这是舌头啊 我这个舌头 这舌尖 这个是舌身啊 你发Clear L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这个舌头 是这样勾起来的 所以就是这个舌头 这个舌身 到口腔上面的这个空隙 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如果我发Dark L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个舌根 抬起来一点点 所以整体的话 我这个舌头到口腔 上额这块的空隙 是比较少的啊 整体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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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发音的 嗯 同时呢 同时呢 你这个口形要保持一个 Yet的一个微笑的一个口形啊 其实你保持这个口形呢 其实只要你保持的跟这个L 前面这个原音是一致的口形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把它发成O的这个口形 比如说 STILL STILL 你不能把它发成STILL 这就不对了 如果它前面是一个短原音 A的这个口形 那你要保持住这个A的这个口形 就是STILL STILL STILL 如果 舌 舌头顶到上齿音 舌根抬起 然后不动再发音 嗯 哈喽喽 哇 对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这个概念稍微有点抽象一点啊 就是好比是 嗯 你要你快吐了 一样就说 呃 舌根 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舌根抬起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好像你像吐了一样就 呃 你会发现你整个这个舌头是往后缩的 就是呃 这样的感觉 你在发这个同时呢 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舌尖尝试的去顶到上齿音那里 就是呃 呃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stil 呃 同样的 你在发这个l 这个l的这个音的时候呢 口型要跟前面的这个原音保持一致 后面的steel steel 因为它是发长原音意义嘛 所以后面的这个l 在发音的时候 这个口型一直保持长原音意义就可以了 就是steel steel steel 啊 这个是 e 这个是 wheel 是发长原音意义 然后你在发这个dok l的时候呢 最后你这个口型不动就变成wheel wheel wheel 后面的mel mel 啊 是发这个短原音 是发这个短原音 最后mile mile mile 也是你的舌尖要抬起顶到上齿音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dok l特别特别的难 我教你一招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真正发音上去的时候 在发音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 其实你的clear l跟dok l这个舌尖都往上抬 都往上走 你发一个l的这个音 其实听不大太多的这个区别的 所以只要你发这个dok l的时候 你只要坐到这个舌 舌头 抬起顶到上齿音那里 就可以了 就像我说的 因为你这个dok l如果是发的 不是特别的准确的话 他没有啊 你发这个r的那个音 就是字母r的这个音 听起来更明显 字母r简直是太明显了 如果你这个音发错了 基本上就是错了 就是r rose 那种是错了 但是比如说你这个still 啊 如果你这个dok l如果觉得难 没关系 你就只要坐到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舌尖抬起顶到上齿音 然后呢 并且你这个口琴 跟前面这个原因是不变的 就可以了 就是still still 啊 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特别的去过分的去纠结 说dok l到底怎么发 是不是很难 你觉得它难 你越想它难 它就越来越难 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的难 啊 所以这个是大家是需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啊 我感觉我舌尖没有碰到 但是跟着前面的原因保持一致的位置 对 那那个舌尖也是要碰到的 不然的话 啊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发生错误的一个现象啊 很多同学比如说人们people的这个呃 这个发言 我跟大家打一下啊 people 比如说这个 哎 我这个怎么跑到这儿去了 比如说这个音啊 就是这个单词people 很多同学呢 因为它的这个发那个l发dokl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舌尖没有顶到那个上齿银那个地方那么远 很多同学它都选择了是顶在这个口腔的中间 再顶到上颚的地方 就你一台还觉得痒痒的那个地方 它就很容易把这个音发生一个儿化音 就变成peeper peeper啊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发这个people的时候有个儿化音 这就说明的是第一点 有可能你这个舌头没有够到这个上齿银那里 没有够到牙根 第二点没有顶死 所以你必须要顶到那里才可以 就会变成people people 如果不顶到那里 悬空着的就变成peeper peeper 就不好听了啊 所以这个是要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的 fun 问feeling发一下feeling它就是发的是clear out 它不是发dark out的啊 是发clear out是发lust的那个音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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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就是这样的 啊 啊 hyx 发音联系可以再练一遍吗 没听出差别 这两个音的差别 不是辅音上的差别 这两个 这两组音的差别 是原音上的差别 一个是发的是短原音 it still 一个是发长原音 e 是steal steal steal 另外一个也是发短原音 it will 后面的是发长原音 e will 所以它的这个辅音上 没有任何区别 你听不出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了 deal cal 舌头应该怎么放 deal cal 舌头应该顶到上齿音那里 顶到上齿音 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tool to to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还记得吗 你在发deal cal 的时候 你的这个口型 是要跟着你前面那个原音来去走的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deal cal 的这个口型变了 所以你在发tool的时候 它一定还是聚龙的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deal cal 跟clear out 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刚刚讲到说 这个区别不太大 跟大家图像来说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就是更好的理解一下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一下 你在发这个clear out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舌尖 舌尖 是顶到这个上齿音那里的 上齿音是在上牙根 后面一点点 一个很鼓 有点鼓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里就可以了啊 去有一个轻轻的弹它 就是l l l 就可以了啊 那发dark l的时候呢 你不紧 你需要去顶这个上齿音 同时呢 你这个是舌根 是往后缩的 这个舌根还往后缩了一下 就是感觉像是要呕了一样 所以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你这一块的这个 啊 这个空间 就相对来讲少了 要比啊 这个clear out 要少很多 所以整体的话 就是你按照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去试着去发 clear out 跟dark out 一个是l 一个是 嗯 嗯 嗯 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 对 我 就是说 我觉得他这个音发的有几个关窍点 超级难的 对 这个老师讲的确实是绝了 我当时 嗯 开始的时候 我 嗯 就是跟着海伦老师念的时候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念 后来 这个老师他讲了这么多关窍 我觉得我慢慢就明白了 他特别就是像这个地方啊 他特别 我觉得这个地方讲特别的好 就是说 我们这个口腔 有那个距离 像l l 这个距离很大 他说我们的舌尖 他用了一个词特别的好 说我们的舌尖叫勾住上 上齿 他用了一个字 他开始的时候 但是他用了勾 勾这个字 勾 大家一勾就是 感 对我的感觉 就是我们口腔就 就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 后面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要使劲 他都又呕了一样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们为难受反胃 或者是说呕了一样 我们这个喉咙 肯定里面就是说 开始紧张了 整个的就是开始紧张起来了 那种紧张状态 就是我们这个舌头 喉咙 那种紧张状态 然后 要把我们的舌尖 抵到上齿 他们的距离是小的 大家跟着这几点 距离是小的 我们只有这个 紧绷 向上抬 把我们的舌头啊 你往上抬 这个距离才能小 才能小起来 嗯 嗯 对 是的 是的 他的这个一定要 觉得太好了 对 舌头一定要紧张 就是说 我发这个音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说 舌尖在抬到这个上齿音的时候 其实是用力的 是用力的 发 发这个 第一个这个发 是很轻松的 很轻松就发出来了 但是发这个 整个这个舌头是紧张的 这个口腔也是紧张的 用力 对有点 对第二个确实是有点用力的 然后感觉了整个喉咙里面也是用力的 整个舌头是用力的 对 他这几个呢 我觉得他在大概在四分啊 四十秒三十多秒的时候 也讲了几个关销点 就是说不舒服 有点反胃或者呕吐 整个 其实为什么 就是说反胃不舒服 就是我们喉咙开始紧张了 舌头开始紧张起来 一紧张就是说用力向上抬了 是这样 好 好 今天也时间到了 我 我 过后把这个节的视频发到群里去 大家可以 反复的这个琢磨 反复的来念 根据这个爱丽丝老师的观翘 其实掌握住这个音是不难的 但是 好 让我们多谢点爱丽丝老师 对我开始也是非常的怕 这个开始我是 因为我是跟着海人老师开始念的时候 念了好久好久 总是找不到那个感觉 但是跟着这个 跟着爱丽丝老师就好多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无尽地感恩大家 对我谦卑地接受包容丽丽丽 好 我放卖了 这会长晚上吉祥 针对的 师父 老师同学们晚上吉祥 我们继续来学习当成 我们这一次呢 先要学习新的内容了 就是关于投票这一块 然后上面几节课 我们学的是会员权益 会员权益的话 大家还记得会员有什么权益吗 大家还记得会员有什么权益吗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它 还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权益 可以用风文打出来 没问题 好 不能转让字低一点 第二点呢 有谁还记得第二点 第二点是我们当里会学的 不能转让或转交给别人 死亡 就是种子 说了一部分 但是它那个条件 不一定就是说你死亡 就是种子 还有一些辞职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这样的各种原因的话 它就会导致会员权益的终止 这个很关键 还有前提条件是 名字 我们会员的名字 录入到会员名册以后 并且还有个条件 就是在 入会申请并被接受的时间之后 我们才可以享受会员权益 好 好的 那请大家都记住它 至少要记住它 我看一下这句话上节课 都复习了 好像大家都读了 那我们这节课来学习新课 第14点 Voting投票 投票里面它涉及了 也有两小点 我们先看一下中文意思 它投票是根据第二小条 和第18条 每个会员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 享有一票投票权 关于这一点 参加过我们协会的全体大会上的会员 你们应该有体会 因为我们有投票过 然后当时还有Mackie副会长给我们计票的 不知道你们记得没 那个时候在投票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行使这个权益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 第二点之前也 之前在学上一小节的时候 也有提到 因为它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说会员在其申请被接受后的 十个工作日内 没有投票资格 那换言之 就是说会员在其申请被接受后的 超过十天以后 它就有资格投票了 好 我们今天来学它的第一点 第一点的话真的蛮简单的 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只有两个生单词 第一个是voting 还有第二个是subber clause 第三个就是vote 其他单词我们之前都学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单词 vote vote它这个词呢 它有两种词性 第一种是名词 第二种是动词 它名词的时候表示投票选票选举 它动词是投票选举 投票选举公认投票决定 voting它就是投票选举 它是一个名词 那我们第十四部分的标题 voting投票 它就是这个名词 好 我们先来学一下 vote vote 这个很简单 这个单词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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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它下面这个单词 动词RNG是voting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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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了 这条款 次条款的意思 subber clause subber subber clause 那中音节在前面 subber clause 所以下面close这个后面 虽然它有一个长原因在这 但是我们也不能怕它拖太长了 因为它的中音节在前面 如果我们读成 subber clause 那变成后面 也好像有点中毒了 它就是中毒不突出 所以我们 虽然说我们前面学 close这个拖得比较长 但是在这个单词里面 就不能拖那么长了 subber cla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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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指条款 次条款 那我看一下 我们的 好 我们这句话 好 我想这样子 我想请大家先来读这句话 因为单词真的不读 如果大家把前面的都掌握住的话 这句话对大家来讲不是问题 subber clause vote voting 就只有三个正单词 我们先读单词吧 sorry 节奏太快 好 请大家先读单词 请大家先上班来读这个正单词 今天学的正单词 好 好 OK 又请法龙师兄 老师好 vote voting subber clause subber clause 您可以把这两个单词再读一遍吗 我没听清楚 投票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好 您听一下 他怎么读的 vote vote 他读vote 您听到了吗 法龙师兄 vote voting vote 他这个牙齿是咬在下嘴唇里的 vote o 然后t vote 这个v v的翻译 您可以再读一下吗 这个单词 好 vote vote 不是ort 是vote vote 就是这个字母你没发出来 v这个字母你没发出来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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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继续这样发对了 vote vote 对 vote 您刚才发的好像是out 您再提一下 vote vote ok 好 一年老师您把这个ou和ou打出来是表示什么 原因问题 原因问题 你应该说这个这个这个单词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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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年老师他就是说把法龙的那个原因问题他就是指出来了 法龙师兄您下去可以再再再再再多更读一下 对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曾沃师傅 谢谢老师 我们来读一下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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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so great 曾沃师 wonderful 好厉害哦 好 下面有请安林森师兄 老师好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ose subclose ok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kay 下面有请安林森老师 ok thank you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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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ing sub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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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这个 b 可以 可以失去爆破 也就是说 可以 不完全爆破 或者是 把位置留在那里 要读的话 读得轻一点吧 subclose 要不就读轻一点 要不就是不发音吗 yeah subclose sorry yeah subclose ok close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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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里的老师的领读 然后把这个 对他讲的那个问题 就 纸条款这个 确实这个 b b 不用发那么重 subclose subclose 就这样就好了 好 谢谢英里的老师 好 下面有请文书师兄 老师好 我来试读一下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ose wow blended 文书师兄 你读得好好啊 好厉害 太棒了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 好像有请法师傅 好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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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close subclose yeah ok 方师傅这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怎么读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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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好 我试一下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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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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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Subclothes Subclothes Wow great 小吉思兄厉害 谢谢老师 对您现在的话就是真的读得很好 厉害厉害 Thank you so much 好 上游请德师傅 好像好 Vote Vote Voting Subclothes Subclothes Perfect 德师傅 厉害 你们现在都会拼读了 就是这些单词 现在都会拼读了 简单的就都OK了 都没问题了 我觉得现在 除非音节比较多的 然后可能是那个重音这块 其他的就是 像这音节比较简单的 大家 我看到大家都已经掌握了 好的 那还有人来读这个单词吗 这个单词其实相对来讲 真的比较简单 相对我们前面学的那一些 好 那么把这些单词掌握了以后呢 我想请大家挑战一下 就直接来把14Voting投票 还有第一段的内容 自己先读一下 然后你们先读 读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分析句子结构 还有句子意思 有谁愿意 尝试一下 挑战一下 好 OK 有请至梁师兄 老师好 14Voting 1 Subject to Subclass Subject to Subclass 2 and Class 18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at a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Great 四连师兄 Wonderful 很厉害哦 Thank you so much 那其他的人 愿意尝试一下吗 好 OK 有请法龙师兄 我听 Voting Voting Subject to Subclass 2 and clause 18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at a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Thank you Yeah You're great 读不得都对 这就是那个单词 Vote 和Voting 还是 还是您 还是要找一下那个 这个发音 你要去学一下 然后找一下 那我现在不知道 通过什么方法 能让你知道 或许等一下 背诵的时候 英里的老师 有更好的方法 教你怎么样 发这两个 让你能 比较容易地 发得出来 好好 谢谢 谢谢 好 下面有请 艾林 孙师兄 老师好 我来试读一下 Voting Subject to Subclass 2 and clause 18 Each member have one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Yeah Great 看您前面的支持 都掌握着挺牢的 Wonderful 好 Anyone else 还有愿意尝试的吗 好 有请 周牧师 谢谢 来读一下 Voting Subject to Subclass 2 Subclass 2 and clause 18 Each member have one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f Omation Wow You are so great 周牧师 做一个 母语不是 母语不是 中文的 然后您用中文学英语还学得这么好 太厉害了 好 有一个数字就是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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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一下音标 您稍后晚一点吗 把音标发出来 您可能就知道 这个它要读 18 你如果读成80就读得有点像80 80和18还是有区别的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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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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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啊 就是 爱林顺巧 就说把这个18的英文单词贴到公屏上了 对 它有音标语 来 您看一看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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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吗 18 18 18 看一下练练练练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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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好 下面有听文书师兄 老师好 我来试着读一下 Voting Subject to Subclose And Sorry 您刚才 这才是句子啊 这里 Oh 把二录了是吧 对啊 你这个二是联系三的 它不是给你通关的 好的 我需要标个颜色吧 不然 您会呢 好 好 Subject to Subject to Subject to Subclose 2 And Claus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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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8 18 19 18 18 19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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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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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的耐心指教 好 下面有请音乐老师 OK Voting 1 Subject 2 Subclose 2 And close 18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Has one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inni老师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reading 好 谢谢 谢谢您的精彩 精彩朗诵 好的 好 好 那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句话 它是什么意思 第十四大点是Voting 投票 关于投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句子 Subject 2 Sub clause 2 And clause 18 这个呢 它是一个 借词短语 它是说Subject 2 大家很熟悉啊 在我们的 当层里面 当层学习里面 它出现过很多次了 Subject 2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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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这里就是说 根据 根据 Sub clause 子条款2 那么根据子条款2和 第十八条款 我们来看一下它子条款2是什么 它的子条款2 指的内容是 你会员的申请 被接受十个工作日以外 你才有资格投票 好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条件 根据这个条件 And clause 18 我们看一下18又是指什么呢 16 17 18 好 这里18它是指总会员 它这里有规定 就是说总会员 它是不得投票的 但可以拥有委员会决定的或全体成员大会通过决议的其他权利 那从这两点呢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 会员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 你有投票权 你是有投票权 OK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 就是刚才GIF 那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第二小条 第二个是18条 好 那这里是subject to sub clause to and clause 18 这是借词多英语 它是对本句话的主语进一个 怎么讲 不是普通说明 就定语 是它的定语 它是限定这个主语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体部分是什么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的主体部分 就这句话的主干部分 我用的这个颜色标识出来了 就是 它的主体部分就是 每个会员有一票的投票权 这个就是本句话的主体部分 中心思想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这个又是一个借词短语 它是指 它是指在 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里呢 它说at general meetings 它这个全体大会 它打了一个 用的复数 就是说我们会员 不是只是仅仅在某一个全体大会上有投票权 我们是在所有的全体大会上都有投票权 因为一个协会它不可能 它不可能只开一次全体大会 它有很多次 若干次的 一些全体大会 那么在我们协会若干次很多次的全体大会上 这个会员都会有一票的投票权 当然是除了就是第二小条和第十八小条的这些条件之外 我们每个会员都有一票投票权 好 所以这句话 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可以 将第一个部分 subject to subject to sub clause to and clause 18 作为一个部分 来读 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 把它这个 这一部分做 把它这一部分到时候来背诵 就分 这一段分成方块来读 或者背诵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就是每个会员 有一票投票权 这是它的主体部分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 又是个戒词短语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就是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 那这样子来读和背诵 这个 这句话的话就 结构啊 非常清晰了 然后你在背的时候 那个逻辑思维 也比较清晰 你可以知道前面是个戒词短语 然后中间是个主句 后面又是个戒词短语 然后你就把这句话背完了 好的 那我们来读一下 voting voting subject to sub clause 2 and clause 18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所以each member它是指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会员 所以它这个微移动使用has 它是指每个嘛 每个会员 所以它微移动使用has 如果前面是members 那它的微移动词自然就用has 但是它这里是指每个会员 所以微移动使用has voting 就是避免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这个general meetings 这个s一定不要掉了 因为不是在一次的全体大会上 是每一个全体大会上 都可以投票的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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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to subject to subclause2 and clause18 each member has one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好那请问 大家对这句话的结构 还有意思 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意义 就关于我们投票 投票的第一点 这样子分析 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比较容易去读和背 可以的是吧 ok 等我师傅 就是我 这样子 这样说你也能够明白 对吧 好的那太好了 ok 好 那那现在把这个句子分析完了以后呢 那请问还有不有老师或同学要继续上来读这一句的 也可以相当于再把这句温习一下 关于投票 这一块 好 ok 对 这样子背比较轻松一点 这样读也很轻松 因为你背的时候你脑到里面 就想着前面是一个戒指短音 中间是一个主句 后面又是一个戒指短音 然后这句话就很轻松的拿下来 好的 那还有老师和同学要来读的吗 可能这句话也比较简单哦 好 那我们还有几个钟 我们学下 下一节课的几个生单词 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 好 我们现在来预习一下吧 他的会员的投票权 第一点是在这儿 已经学完了 然后第二点 他讲的是什么呢 A member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until 10 walking days after his or her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好 那大家看到 我把这一句的主体部分 也是用另外的颜色 给他标识出来了 A member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会员他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Eligible 这有个生单词 Eligible Eligible 好 我们看一下 OK 在这儿 Eli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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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形容词 他是 适宜被选中的 有恰当资格的 合格的 他这里是 Eligible For Something 和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他有这样的固定 搭配 用法 然后在我们本章程的搭配呢 他的一个搭配是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那所以看到这个Vote呢 他就是在这里是做动词了 他就不是做名词了 那 Eligible To Do Something 是指 有资格 做某事 那么我们这里 Is not Eligible To Vote 就是 他没有资格 没有这个资格去投票 比如说这个会员没有这个资格去投票 好 Until Ten Working Days 直到 什么什么为止 Until 是直到什么什么为止 Ten Working Days 直到十天 十个 十个工作日为止 他这里是十个工作日 请大家注意 因为 一个星期只有五个工作日 如果是十个工作日的话 就代表 你的会员申请 在被接受之后的 应该是两周 十四天 十四天 你才有这个投票 十个工作日代表两周 一周七天 工作日 Working Working 好的 那刚才我口误了 我说的是十天 十天以后才有 才有 投票权 这里 从这里来看的话 他不是十天 以后才有 投票权 他是十四天以后才有 投票权 After his or her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那在他的申请被接受之后 好的 现在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第二部分会员的投票 他有什么限制 限制条件 就必须你新会员的话 必须要在 必须要在两周之后才有这个投票 好的 那里面设计的一些三单词呢 就有 eligible and tier 和accept accepted 这些的话 我们就 下一节课再学 好 希望 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 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 投票的第一小条 能够 能够背下来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acceptanc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